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桑迪斯没能够在他的一开始 应该是一出场就夭折了 他并没有在他的第一波中对川普形成任何巨大的威胁 这是一个 作为德桑迪斯来讲 他应该要反省的不是川普 而是德桑迪斯 这是真的 因为蓄积了那么长时间的力量 一开场一下就完蛋了 没有看到任何引起人们惊动的 就是德桑迪斯没有能力跟川普抗衡 就这么讲 没有能力 在整个的共和党范围当中 在他的独立人士的范围当中都没有能力 那你从另外一点上呢 你也看到那些反对川普的势力 也并没有能够说大范围的去推崇德桑迪斯 如何来为了攻击川普 因为不喜欢川普的人会竭尽全力去打击川普 对不对 那用德桑迪斯去打击川普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那尽力打力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都是德桑迪斯说的又不赖我说的 德桑迪斯跟你老仇都过不去 活该你可以随便说 但是很显然你看不到这样的风波 看不到这样的故事 是因为德桑迪斯对比川普来讲太弱了 他的一出场就太弱了 所以让太多的人失望 让恨川普的人失望 那德桑迪斯本身又作为一个政客 他展望未来是八年 他知道这第一个四年不太那个 对不对 他展望未来是八年 他成立的组织也是八年计划 他支持他的结构组织也是八年计划 那川普不一定支持他 对吧 但是呢川普即使成功了 也就再干四年 所以德桑迪斯作为一个政客 他有他的一个相当完整的这么一个铺垫 这个铺垫没有什么太多过错 我们只是跟大家说 德桑迪斯毫无撼动川普的实力 展现出来的客观事实 没有没有这个实力 如果第一炮就就哑炮了 那就完了 对不对 那那那那你后子他放不出来了 不是他想不想放 他放不出来了 他在后面他只能需要川普的错误 或者其他的什么事情发生 我跟大家解释啊 很可能其他其他的事情的发生 把我们眼前的故事看到一切全都更改了 一切都更改了 那没发生的 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跟大家表态 我个人也没有资格去跟大家表态 所以我们只能顺着现代的状况去讲 就像我朋友说 说涛哥你是不是有些东西讲天意了 基本都是我个人理解的 所以一个个人理解的 用我天幕也不开 什么也不知道 就完全凭借就一闭眼 一睁眼一闭眼 就这么说的 所以有误不算错 因为你在谜中 在谜中不算错呀 对不对 那我就这么觉得 就仅此而已 所以我们吻合这个环境 如果朋友你觉得是天意的话 那是你觉得 那也可能就是说 在人的环境中 真的有人能蒙到这东西 仅此而已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所以川普也好 德桑迪斯也好 美国的未来也好 那我个人看的更以为呢 会出大事情 我一直跟大家说 会出大事情 三年的中共病毒都是铺垫 就是真正的大事情 就是这最后一下结束了 最后一下结束了 最后一下 人们看到的科学的卑鄙 最后一下 人们将经历 迷信科学而带来的迷障跟灾难 我觉得这么讲是对的 人们迷信科学 从而羞辱了神 那上一期节目 佛祖的日子就这个故事 对吧 那川普当然从川普的角度来讲 有着他的自己认知了 那这是川普的真相社会 在真相社会当中呢 他集中去攻击了 他集中去攻击了德桑迪斯 这是昨天下午的 在攻击德桑迪斯里面 也谈到了 谈到了这个德桑迪斯 2028年的计划 然后川普一切一概都给否定了 我们就这么讲 川普一概否定了 但他其中有一个帖子 是非常有趣的 那他里面有些内容呢 有他背景 他没有讲这个背景 非常愚蠢的 热爱中共的 不支持增长的 我不知道什么叫不支持 英文他就这么说的 无法增长的俱乐部 一直支持德桑迪斯 这是谁 他就这么写的 因为他的民意调查 绝对是崩溃的 他刚刚将他们积累的 一些精英者的资金 花在了广告中 希望反驳这个事实 也就说 德桑迪斯刚刚经历了 历史上最糟糕的 总统的启动 没错 所以这是川普的 很敏锐的地方 因为他对川普 一点都没撼动 一点都没影响 这真的是 真的是 因为我们过来了 对不对 星期三启动的 所有的 所有东西都聚集在一起了 我们没有看到 对川普的影响 这是他致命的地方 那一而结再而衰 那三而亡 so what 反正基本上都是三下 你第一下 带着一种天意来的 等到人那时就衰败了 所以 一结就一下是天第二下地 第三下就完了 那可不是人就完了 所以这是 真的是这故事 所以川普也看到了 三次削减 三次选择削减摧毁社会保障 提高社会的最低年龄到七十岁 他们还投票削减 医疗保险什么相应的东西 那川普 德桑迪斯是个失败者 是 可以这么说 所以在他这条推文里头 川普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是迷信中共的人 在支持德桑迪斯 所以德桑迪斯出现了 历史上最衰败的总统 竞选总统的启动规模 没有伤到川普一根锚 这里面呢 当然川普是站在他自己角度去说的 那我们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即使在美国的保守派的势力当中 如果真的德桑迪斯的失败 是因为与中共势力连在一起的俱乐部 而出现场面的话 那这就是对所有朋友的一个启示了 真的是个启示 那表示着在美国社会中 党派的利益 就是站在党派的 政治党派的利益当中 你会看到他的衰败 而川普自始至终 在保持他个人的独立性 他个人的独立性 拥有着一种军权背书 军权神兽的故事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川普个人的弱点太明确 太明确 这个东西就说要他的命 嘴巴太碎 话太多 心眼太小 他因为心眼小 所以就嘴巴碎 心眼小所以就大嘴巴 不支持我的 你们都是敌人 他有这个成分了 这个东西在社会的层面 即使在保守的观念的人士当中 是不应该有的 因为总是要有包容的 宽薄的 融洽的 对不对 而不是用话语去伤人的 话语最能伤人 所以你看那个佛家里都讲 叫修口 是这么回事 所以川普呢 什么都好 人也好 怎么样都好 就是他 他的致命的弱点 这一份致命的弱点 将会影响到他什么东西 他很多麻烦是自己带来的 是嘴巴造成的 那这些麻烦 人说这就是他锤炼的过程 不是 这是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的过程 这是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的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我们作为很多支持川普的朋友 有能力去面对这一份生命的真实 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历史上 巨大变革的年代 在谈到大选的时候 其实你让我说 我真正以为的 是2024年川普都选不了了 为什么 用不到2024年 到了今天是5月28号 到了今年年底 搞不好 是AI统领一切 AI统领的社媒 AI统领的主流媒体 AI统领的民意调查 AI在左右着美国大选的一切 没有人知道 是谁投的票 但人人都在投票 也没有人知道 这投票结果的真实的一面 大家想想吧 这是真正惧怕 就是美国社会的宪法 所规定的一人 这种总统选举 已经不存在了 他可能受到这样的威胁 而不是现在的党派之争 还几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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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对不对 拜登还用500万美元 把自己烂肉给卖了 太低了 这种总统选举的党派之争 这种总统选举的党派之争